大家好,我是王狗 大家應該有聽過一部電影叫做 《在黑暗中說鬼故事》 這部片其實原本在描述的是 美國在1981年出版了一系列的兒童書籍 結果因為內容太過於恐怖 讓小孩子們都陷入恐慌 所以在那個年代 這個書被美國介入了十大禁書的第一名 而把這個歷史事件拍成電影之後 就變成我們現在所熟知的 《在黑暗中說鬼故事》 這部片的劇情主要是在講說 一本書它是空的 一翻開來就突然多出一些文字 這些文字的內容是在預言裡帶回死亡的過程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提到 這一個電影跟故事呢? 因為我今天要做的《都市傳說》 跟這部電影的劇情真的非常的相似 Don't do that in the dark 那是1970年北卡羅來州的《香眼傳聞》 傳說只要造這個裡面的十四個步驟 最後就會進入一空間 平常看不到第三世界的人類們 結果我要說 它真的造成這樣子做了 原本在場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它突然聽到了歌聲 往上面看 看到一個男孩坐在樹上唱歌 感覺到旁邊有動靜 再往旁邊看 發現一個小女孩從旁邊走過去 接著它預光好像瞄到了一點東西 順勢的看來一下 車上的後照鏡 發現後面有一顆不明無知的頭 最恐怖的是 他說那顆頭是飄在口中的 對那我今天就在討論這一個《都市傳說》 首先它的規則 第一點 一彎的任數必須是兩位或者是三位 第二點 你做這些步驟的時候必須非常的誠心 否則你可能會出意外 第三點 切記千萬不要中途離開遊戲 否則的話 後果自負 第四點 回來的方法 你需要撥打13個13 並告訴他說 Wake m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你就可以成功的離開異世界 第五點 這遊戲的時候必須是在半夜 12點到3點之間 所以我也覺得它的《都市傳說》 蠻大的 那為了完成這個《都市傳說》呢 必須滿足它的低點 留完的人數必須要兩到三人 你們都不知道我們今天要做什麼的吧 就知道了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做 11英明很類似的版本 照著這個14點就可以看到 不微不微的東西 一場奇幻之類的 它裡面講的事情呢 就是等一下 只要我們照著做 它就會發生 那你覺得想要找到哪裡 放在這裡放一個蘋果 OK 這現在第一點是 坐上車子 沾人沉默不語 但駕駛伸手 轉到第89號電台 就算電台的內容很無聊 但它也是化解了三人 尷尬的氣氛 89號電台 沒有 真的沒有 再只能全一個 這四十 89電台 下一個是 副駕駛坐的人 開始感到疲憊 所以把椅子往下躺到最低 太低了 把椅子往下躺到最低了嗎 駕駛人員 為了避免汽油燒焦的疑慮 記得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 避免疑慮 後座人員 將會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看到 聽到 摸到 聞到什麼 都一樣 第三點就是 撥打13個13 並留言告訴他 待會見 其實他打不通的 然後我算電訊跟他說 待會見 然後因為我覺得 這個13個13 這是國外的都市傳說 所以我們應該打 see you later 發送 接著我們看下一個指令 再次提席上全部指示請尊 出了性命安全 一概不負責 接下來就第五個指令 指持副駕駛坐的人說 好想散散心 所以駕駕駛驅車前往最近的山區 好想散散心 好啊 那我們走吧 最近的山區應該是 崩嶺的地方 他的第六個指示 就是說 就是說在新的路上 我們經過花店的話 然後下去買一束花 門兩個車上的人 就要好好的做整 然後沈默地 夢幼上有花店嗎 好美喔 會不會有那種 白白用 有有有 大概用的好 我要買紙花 紙花什麼紙花 就是長得像 紙作 你要做什麼要用的 只是要裝飾用 裝飾用 對啊 裝 裝 像營造那種感覺的 什麼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感覺 拿拿大杯做的好不好 好啊 剛才我們買這個不知道幹嘛 第七個指令 經過水池 三人各丟一枚同班許願 並一路開到山區再回來看什麼事 你們幫我們順便一起看一下 哪邊有水池的 你不許 你必須好好地躺著 燃球場這邊好像有一個蓄水池 這隻水池耶 欸 那可以喔 有一個東西在冒煙的 第八個指令就是 開上山之後 直直的往前 只要遇到岔路一律右轉 第一個右轉之後 再回來看 九個指示 那我們就往前走 然後他說遇到 第一個岔路的右轉 這算岔路嗎 有啊 右轉 下一個指令是 現在往前開 路上的人 如果對你招手 攀車 絕對不要停下來 裝作什麼都沒有喔 往前開到下一個轉彎處 我還蠻好奇就是 一直照著他這樣做14個點 就能夠進到一空間 就現在滿扯的 那應該很嬌吧 那應該很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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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是有一個彎道 那我們就右轉 我們來看下一個指令 這個是我奶奶的木樓 後座的人突然蹦出一句 要講嗎 這是我奶奶的木樓 第十一個指令是 欸欸欸 嗯 前面怎麼都是煙啊 這正常的嗎 那異世界了 要進到異世界了 接著窗外所有人 往前一看 發現真的有一塊墓地 有沒有看到墓地嗎 已經到來了 又是這裡 我最討厭 就是他一直有 我們要回來 回來這裡啊 在四周路 啪啪啪的聲音 而且是四周都有 欸欸 換你拿 換你拿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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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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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個指令是什麼 下車 我剛剛買的話 線上 沾冷病膜拜三下 我把這個花 發現那裡感覺不好 把它拿回來 那我們去進行個最後一個指令 請勿發動引擎 那已經關掉了 而且周遭出現任何東西 請假裝沒看到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會斷在這麼奇怪的地方呢 因為後面 那五分鐘 我們真的有做一些事 講一些話 真的非常奇怪 剛剛好在我們 如果要進入異空間的這個時候 後面的影像變得說不到硬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給你們看一下 對 就是這個 昨天資料夾的 最後一段 而且周遭出現任何東西 請假裝沒看到 有沒有看到 聲音變乖乖 還大聲一點 有沒有 整段又落有落無這樣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搞不好我們已經在異世界 然後跟現代相機溝通了 過去吧 哼 等到後面 都會一樣 是怎麼樣 欸 這裡又回復了 我不要講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OK 那會不會聽 對 然後最後面又不好了 呃...對 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說它是飄點 但你也可以說它不是飄點 但是呢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後來處理複製衣 然後剛好都有問題 結果是 不過有一點真的我覺得蠻巧的 當下的狀態 大家是真的不知道 沒有收到音的 阿金他老婆 那個時候 一聲說他要去上廁所 結果 他就去樓下的廟 借了一間廁所 借完之後呢 我們回來 就在拍車路上網 順便錄一下文句感言 你知道阿金他老婆 剛好跟這個收音的問題 講得非常的連壞 因為他說 他去借廁所的時候 那個廟的 工作人員 聽不到他的聲音 對 我是沒有客氣進去 我可以看見大家當大師的說法 講 你再從我講一次 你跟大家一起講 這個廟要借廁所 但是在一樓 沒看到廁所 樓上有公眾聲明 裡面也有他們自己沙發 茶几之類的 我看到外面都有鞋子 應該是要拖鞋子才能 我就不好意思自己進去 我就在外面一直叫 我有聽到裡面有 一個大哥在講話 跟他們講說不好意思 問我可以借一下廁所嗎 一直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都沒人理我 他們就都好像聽不到我的聲音 可是明明就很近 跟妳看他們的 有 他們聊天很大聲 我就一直叫我 不好意思我要借一下廁所 就聽不到我的聲音 我已經快點要出來了 這一天的整個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至於其他的事情 沒有什麼太多太奇怪 或許我們真的是 碰巧回到了 永遠的那個地方 其實沒有什麼好票的 第二個就是我家 附近的山區 大家最近記得 到多戴口罩 疫情真的是這樣子嚴重 我上一集說自殺生理 根本是想說月底要飛 但是人類的 疫情我已經才說了吧 然後呢 我最近覺得 我好像長大了 已經到一個 需要很多自己時間 跟空間的年紀了 以前年紀的時候 都是喜歡人陪嘛 出去玩 一個人在家 可能會感到孤獨等等 但是我現在突然發現說 感覺 要一個人的時間 比例變得更多了 人的時間可以做很多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完成很多目標 我還蠻好奇說 目前還是個想法 是那個 大了嗎 不知道你們24 25歲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感受 然後曾經會覺得說 家人不捨得 不太常看到他們 但是現在又會覺得說 像久久見一次就好 但重點是那個 愛是不變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 心態上的轉變 現在對這個轉變 我覺得 很有趣 難怪 我老是一個 男客人的紅酒 想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我們再去研究一下 有關這個 心理學 再跟你們分享 那OK 今天我們讀書的時候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還是喜歡 謝謝大家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 記得告訴我 答案 你24、25歲的時候 之後